诈骗分子是最佳演员 他们可以扮演各种角色 便能轻易骗走人们大笔钱财 其中一个诈骗手法就是商业电子邮件诈骗 诈骗分子大小通吃 瞄准国内外的企业公司 假扮承包商 生意伙伴 甚至是高管人员 只需要一封伪造的电子邮件 就能造成目标公司损失惨重 企业电子邮件诈骗分子 全部是电子邮件诈骗分子 这些企业会试试进另外一个公司的电子邮件 他们会凸显你们的电子邮件是怎样的东西 但当他们看这些电子邮件诈骗分子 他们就会目标的 其实他们没有讲一个目标 讲要搭公司啦 主要是讲是公司罢了 有没有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人跟别人划分子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里面的公司他们懂嘛 对吗 他们像比较有他们的那些客户啊 他们的奶奶啊 我们这个公司要还回钱给这个公司 他可能会做一个假的电子邮件诈骗分子 大概五六年前我们公司那个日本的就是被骗了一笔钱 有一个人打电话去我们公司日本公司 问谁是负责财务的 然后那个财务的就接了电话 但是那个电话呢是很潮的 他其实听不清楚到底是谁打电话 后来他才是以为是我们总公司的那个CFO 他可能好像是跟他讲 那个CEO会送email给他 要他盘负钱 然后过了不久他就收到CEO的email 那个CEO是讲公司要收购一个亚洲的公司 只要缓写deposit 要叫他保密 然后把钱盘负过去 然后他就讲 下来他就会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要怎么做 他就心以为真了 按照那个email 看了那些account就穿梭钱 第一笔钱是穿梭了差不多500千美金 他没有讲要在第二笔 又要500多千美金 然后他也是穿梭了 但是过后他没有讲 还在有系列穿梭 他就吓到了为什么一次 这样子要穿梭呢 他就通知我们亚洲的同步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总部的CEO 他讲没有这样的事情 叫他马上停止那个穿梭 他就去报警 但是日本的警方是说 这个钱不是穿梭给日本的人 是穿梭去香港的户口 所以他们是不能处理的 我们马上就发email给香港的警方 同时我也飞过去那边 跟香港警方报案 他们就查了就说 确定第一笔钱已经穿梭给那个银行 那个钱又再转去另外一个户口 第二笔钱他们还没有release那个钱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警方相信我们是受骗了 我们报案做所有衬绪 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那个网友去打罐子 那这个骗钱的公司的没有人出庭 所以法官才先判讲 这个我们是被骗的 他相信就是因为他先打电话 然后讲到好像是CFO 跟他说CEO会先email给他 然后他就收到email 那个人又有跟他电话联系 他就以为是真的是要保密的事情 他是用我们CEO的email的名字呢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我们公司是以前的email 是每个国家有一个代号 就好像日本就一个JP 每一家就一个MY 然后总部那边 道理是有个AU的 但是他用的那个email是没有AU的 其他的东西完全一样 其实这些这个BCCase 每一年都会有的 但也不能讲是Covid的时间 才有这样才会增加这个Case 可能是讲他们这些 careless 我可以这样讲的 像他们初心 Total up是两年半的 他的Case是116 Total losses已经到66个million for this BEC 他不只是讲在 那些Malaysia syndicate from Malaysia 陪Malaysia的人 他都有 他们都讲Best in Malaysia 他们会target out of Malaysia but mostly我们抓到的 大部分是fromAfrica but也是有certain是我们local的 Total up这两年半里面 总数的我们有56个Case 我们已经判断了 for这些arrestment 大概办了 我们其实要找他真正的syndicate 会比较难 有我们的困难 所以我们抓的是那些 receiver 那些Mal account 有些Mal account他们会 他们会肯讲 会讲这个account是借给谁啊 谁带用他的户口 他们懂 有些他们抓到了 他们这些Mal account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另外一回事就是说 菲律宾公司打听后 他们说他们收到我们公司的email说 我们要叫他把钱付给的另外一个账号 我们就跟他说没有这样的回事 他就是用着我们跟菲律宾公司的email的来往 然后从那边发email 给那个google 叫他们换 判出钱 我们跟中国厂家买的账 我们也曾经收过email说 叫他们把钱付进 香港的另外一个户口 我们也是不相信 然后打电话给 中国的厂家 他们也说没有这回事 应该是他们email被害 我们commercial crime 我们有个special department 叫JSM 然后是Zenaya Cyber and Multimedia 所以在我们这个JSM 我们以我们自己的facilities 我们自己的expertise 去追踪这一些sindicate 除了我们自己的in commercial crime 我们也是会跟其他的department 部门 for example在CID for example special branch 或者是跟别的那些 那些agency for example在SKMM 我们也是会通过他们这边的帮忙 去来further的我们的investigation 说话讲 给我的看法讲 他们最好是要很detail的要注意咯 然后第一个东西 他们最好是讲 他们可以做个confirmation 所以可以的话 我这些company他们要做 做any transaction 比较好是讲他们可以打个电话 confirm一下 因为可能email收到了 大概大概是一样的email 可是户口是不一样的嘛 我的suggestions 可以的话他们每一份那些 他们的PC啊 他们的computer 最好是可以install 这些security的applications suggestions 可以的话我们要prevent掉这些东西 prevent from他们这些system 会被compromise 或者会被multipulate by这些criminels 欢迎订阅 每个人都renaline 都能赴好 我 有什么 好 吃 吃 吃